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 也逐渐成了老百姓关注的焦点 2012年的央视春晚最终会有哪些明星加盟 陈佩斯和朱世帽这对昔日春晚舞台上的黄金搭档 究竟是否再次回到大家的视线中呢 日前在2011北京喜剧艺术节的开幕仪式上 陈佩斯给出了回应 接到过他短信 我也没时间回 也没时间去跟他探讨这些时间问题 确实没有 他跟公司也商量过 确实没有时间 从1998年最后一次出现在春晚舞台上 陈佩斯已经12年没在除夕夜 出现在观众的视野里了 不过观众对陈佩斯和朱世帽的组合 却一直念念不忘 更是将二人评为 2012年春晚上最期待见到的面孔 这个我从出来那天就知道 就没打算回去 因为我自己已经走上这么一条路了 这条路也很那么艰难的走着 所以离开我可能会有些损失 陈佩斯所说的这条路 正是他花费10年时间苦心经营的话剧事业 从2001年自编自导自演话剧托开始 陈佩斯就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话剧的创作中 并先后推出了六部观众反响热烈的话剧作品 还不错 这个托大家的福 托观众的福 真的还不错 不但北京卖的还可以 咱们出去卖的也不错 确实不错 达到您之前的预期了 每次都能达到预期